这个男人逃离了自己的大企业家父亲 选择到服装公司罪名平平无奇的业务员 虽然现在每天的生活单调又枯燥 但他也依旧不愿意回头去找那个家大业大的父亲 因为父亲的独断装恨让他很不喜欢 甚至在得知父亲并未入院后 男人的内心也没有一丝动摇 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才导致两人的关系这么的不明朗 甚至不愿意回去继承予万家产呢 大家好欢乐到全天我是穷哥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部奇幻电影 穿越时光的地铁 男主是一家服装公司的平方业务员 他的生活很简单 每天都是两点线在家里和公司之间两头跑 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又憔悴的上班族 但其实男主的家里非常有钱 他的父亲是日本大名鼎鼎的企业家 只因为某些原因 男主选择和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 这一天他正如晚餐一样来到地铁站 准备回家时接到了弟弟的留言 才得知原来是父亲并未入院了 然后此时此刻的男主看起来却是一脸云淡风轻 他没有回复弟弟的留言 只是沉默地收起了手机 等到再次抬头后 突然发现眼前的老人居然是自己成交的老师 而令男主更加惊讶的是 这个老师竟然还记得今天是自己哥哥的纪录 毕竟离哥哥去世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告别老师后 男主看到了一个扶梯上有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身影 看上去就像自己已经顽固的哥哥 于是他不假视所便追了上去 他一路跟着这个背影 结果令男主没有想到的是 眼前的世界居然大变一样 他居然被带掉了一条陌生又熟悉的繁华街道 这场面让男主顿时有些迷茫 他下意识地以为自己做出了仗 并开始寻望周边的路人 但经过交谈后 他才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是做出仗了 而是直接跟着那个背影 穿越到了1960年哥哥顽固的当天 于是他又立马拨通了现实中 母亲的电话想要确认哥哥顽固的具体时间 试图借助这次的机会 阻止当年那场悲剧的发生 但不得不说这部操作也是很牛皮 既然能在过去打通未来的电话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操作 为了不让哥哥就将远远离开自己 男主找到了在游戏庭里玩耍的哥哥 他假装是哥哥的长辈后 就和哥哥不断掏近乎 两人肩并肩地在路上聊了很多 而男主的最终目的 其实就是把哥哥安全送回家中 并让他当晚不要出门 因为哥哥就是当晚出车祸的 然而有些事情是无法逆转的 即便男主已经很努力 把哥哥找到病送回家中 甚至在临走之前还签订了万祖父 哥哥晚上不要再出门 可悲剧还是发生了 第二天男主的生活又回归到了现实 他还把这次的奇妙穿越经历 告诉了一起半岁的同事忙 除此之外 有一名知道男主父亲是企业家的同事 还开始帮男主分心 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了男主 虽然现在他在法律上 已经脱离了父亲组织的家庭 但是也依旧没法改变 他俩是父子的事实 且由于男主的父亲又是一名大企业家 他病存的消息甚至还登上了日报 终究男主会因为这件事情被关联到 接着镜头就切换到了这个黑发女的脸上 这个黑发女和男主既是同事又是情人 然而自打他看到日报后 就一直满里忧心充充的样子 而当黑发女问到男主对父亲的印象时 男主只是一个劲的嫌弃和斥责父亲的威能 看来父亲给男主带来的更多是不好的印象 晚上两人来到黑发女的家中休息 睡梦中 这一次他来到了一个战乱年代 期间他还遇到了一个在这段艰难岁月里面 拼搏打拼奋力求生的长发男 这就是中青年阶段的父亲 长发男带着男主在这个混乱又可怕的世界里面 四处转悠着 结果却遇到了正要被军官抓走的黑发女 男主本想让长发男帮自己把黑发女给救回男 结果没有想到在喝完长发男递给了一杯酒后直接倒了 醒过来后男主已经回到现实了 而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刚才黑发女也和自己一起通过梦境穿越了 看来男主是将自己穿越的能力传让给了黑发女 不过庆幸的是那个长发男最后还是把他从警局里面给救了出来 这莫名其妙的穿越还是让人有点害怕的 隔天男主又一次在不经意的穿越中遇到了长发男 而此时的长发男还因为男主昨天的不辞而别感到气愤 于是男主立马就给长发男道了个歉并表示感谢 随后长发男就带着男主来到自己打算和美军交易货币的场所 长发男和同伙配合的无比默契 不仅哄骗过了美军军官 也把男主给吓得差点心战骤停 整个过程都非常的惊心顿破 但也是经历了这次男王的体验 让男主对长发男的胆识更加光目相抗了 只是还不等两人有进一步的交流 男主又被迫来到了下一个穿越地点 这一次他在老师的地铁上遇到了正准备前往战场的父亲 不过此时的父亲倒是和男主印象中内副 蛮横专制又狡猾的模样完全不同 从交谈中可以明显感觉得出 这是一个非常阳光年轻并且想法正直的吓小伙 而且两人竟然还挺有话聊的 没火列车停靠到站 看着眼前马上就要崩覆战场的年轻父亲 男主也终于崩不住了 他在临别之际还真诚地朝着父亲大声呼喊给他鼓励影 一转眼男主又回到了信学的家中 儿子看着电视里面关于爷爷的相关新闻 问着男主爷爷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男主却依旧什么话也没有说 只是平静地关掉了电视机 夜里男主又穿越回到了过去炮火峰会的战场上 这次黑发女也在这里 他看到了年轻时候的父亲为了保护父女和小孩 成功逃离危险地带而做出了一系列壮烈举动 内心顿时感慨忘风 然后就在男主准备带着黑发女一起逃离危险的时候 一个炮弹在他们的身后炸开了 黑发女随即也消失了 从沙发醒来回到现实生活中 男主立马奔去了黑发女的家中查看她的安危 看到开门的依旧是自己熟悉的人后 他选择的信毫不容易才安定下来 后来两人又一次穿越回到了1960年哥哥去世的前一刻 看着哥哥在电话亭内崩溃的模样后 男主立马跟着进去 结果才发现原来哥哥是因为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得知自己之所以被安排去帝国大学读书 都是为了尊重生父的意愿才情绪崩溃 最终导致意外发生车祸收完的 而男主其实之前一直都不知道原来哥哥真正的谁 只是因为哥哥的离开而一直在埋怨父亲 后来因为忍受不了父亲的蛮横霸道 便更加坚定了和父亲脱离关系的决心 随后黑发女便深深地拥抱了男主 然后这个拥抱看上去既像是一个安慰又像是一场告别 他带着男主来到一家聚酒屋 老板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两人点了一份蛋包饭 正坐在位置上品尝的时候 一个情绪崩溃的男人就进来了 直到男人回过头 男主才发现这个男人竟然就是这个父亲 而此时此刻父亲正因为得知上嘴的消息而发生痛哭着 男主看着难过无比的父亲终于忍不住上前安慰 也或许是父亲真的把男主的话给听了进去 他看起来顿时好了许多 然后用手抚摸着聚酒屋老板的运动 当着男主和黑发女的面给肚子里的小孩起了和黑发女相同的名字 原来黑发女早就知道自己和男主是同父一母的兄妹关系 但是因为他太男主了 无法接受不能跟他在一起的事实 便选择了自我毁灭 他抱着聚酒屋老板娘也就是聚酒的母亲 一起从石阶上滚了下篮 而这一波操作对一个父中泰尔已经成型的孕妇来说 无意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是的黑发女直接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上给抹除了 回到现实后男主四处寻找黑发女的踪迹 他立刻奔去了办公室 可黑发女就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在她的世界里面彻底消失了 后来带着失弱心情的他来到了医院 打算见父亲最后一面 看着躺在病床上催促的老父亲 男主的心理无意杂成 可根本还来不及再多相处一下 父亲就杀手人缓了 但可以看得出经过这几次的穿越 男主的心理其实张悠金和父亲和解了 同时也理解了父亲的所作所为 影片的最后男主继续在地铁里面 来回穿梭着上班和下班 在一次等待的过程中 他无意间把手伸进了异兜里 结果发现里面居然有一枚剧子 拿出来一看 发现居然就是黑发女手上一直带着内眉 而这或许就是证明黑发女 真实存在过的最好证据了 你了解成为你父亲之前的父亲吗 你想见见你出生之前的母亲吗 这是这部电影的宣传语 很多时候 子女可能总是无法理解父母的所作所为 也会因为双方之间的代购 而感到无法交流内心不满 但其实如果能够跨越时间 穿越回到他们那个年代的话 许多的问题可能都会迎乐而解 所有的无法原谅 或许也会变得风轻云淡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场穿越 宽容和理解是不是都会变得更加容易呢 因为真正了解一个人真的很不容易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